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8 M200到M1000的百利金系列的一些资料 要做一些资料补充是这样子的 今天主要围绕的是那个M400和M200的 因为有个东西我是忘了跟大家讲的 这个东西就是主要是这样子 上次片尾的那个地方 我有讲过就是说M200 M400和M600的时候 他们笔件是可以互换的对吧 但是呢M600的肩不能换到M200里面 是可以通用 但是呢笔卡进去的时候 就是你盖上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顶着你笔盖 就是说会有一点点 就是说可能太大了 就是M200比钱太大了 所以说钻到M200里面不是很合适 所以说要换的话 只有M200和M400的 那今天M200和M400 我顺便也再讲的细点 M200其实是一个叫做经典系列classics 然后M400是属于帝王系列 上次我帝王系列是什么意思 就上次我说那个英语我不会的 不是英语德语我不会的 那个什么Sufferian 是吧 我随便读的话一个是这样 Sufferian 然后呢帝王呢是百利星的主打 所以说400是他的一个经典比 为什么不是200 原因就在这 因为帝王是他的一个翻身比 所以说400是他第一根 虽然说400200的尺寸是一样的 所以呢 通常为什么别人一关注都会关注400 而不是200 原因就在这里 然后好我们再一下来讲 400和200差了一倍价格 那他价格差别在哪里呢 这是两只比 一只是那个M200的 应该是205 不是205 应该是正常的200 还有一个正常的400 205是我之前做评测的那一个 差了一倍价格 到底差在哪呢 是这样子 首先尺寸我们肯定是一样的 比较可以互换 而且比概 比概不确定 我买了只405 但是到现在还没到 你可以初步认为是这样子 M200是400的干线版本 然后呢 这一次做一个简单对比 怎么对比呢 很简单 我觉得是也是一样 很不同图片给你们看 首先我们从一个笔帽上面来讲 400肯定比200 真是肯定的 首先400 它的左边是400 笔盖上面它是一个镀金的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金属键 右边的是印刷上去 插的就在这里 就是说整个更华丽 整个感觉 然后那个金属应该是金属顶 我觉得如果它镀上去的话 然后再下来就是比较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有些人会说薄一点厚一点 其实根据我的专业经验来讲的话 是这样子 肯定是同一个键 不会说我故意再为了这个东西 而多做一个键 因为它整个是冲压键 冲压的模具是肯定是统一的 除非是说你说600 800 尺寸不一样 那肯定会改改 那如果这样这个也偷懒 那没话说 然后再下来就是笔盖的底部 底部是这样子多了一个环 个人来讲400 可能是说玩杆比玩的比较少的人 会比较喜欢双环 看起来更精致 但是我个人来讲 比较喜欢单环的 为什么呢 我不太喜欢装饰性过强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像那种149或者M400这种肩 其实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喜欢 为什么 因为装饰性很强 对我来说 我更在一个产品的使用性 以及它的一个象征性 再下来我们讲看一些别的图片 是这样子 400的话经典 反正就是绿条蓝条红条 反正就那几个经典配置方案 M200的话就是说反正打圈的位置 有些可能是说像我那支M200版 你可能看不之前做那个视频 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但是其实也是有观墨窗的 只是说要用灯打 或者你要再对着光 所以才看的一个比较清楚一点 400的话 观墨窗其实怎么讲 就基本上你可以当做是没有了 但是其实你拿灯去透的话 能看得到里面 但储默量这么大的比 通常你还不再准备一根了 你与其说这么关注它一个怎么说 一个观墨窗的话 因为观墨窗不是一个必要的功能 你多一根笔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而且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两根笔 然后笔尾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调活塞的笔尾 反正还是一样 单红双红 但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单红 装置性一个就够了 有一点点距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不用两个 两个真的有点多了 就显得有点多余 笔沃上面的话就是400 右边这支的话它会比200多一个金属环 合模上合模 就是那种分模线上面处理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会很在意 所以说这个也不讲那么多了 好再下来我们讲的就笔尖 笔尖能看得到 右边的是装置性很强的 对右边我也觉得很好看 但是左边是钢尖 右边是一个金尖 反正记得钢尖 另外一个不是黄金的 不是黄金那种尖 是合金尖 这个要讲清楚的 钢尖会比较薄一点 合金尖的话就金尖 我简称金尖 金尖的话会厚实一点 钢尖的话通常是这样子 它的弹性还是一样 我之前做过视频 有看过朋友都知道 钢尖的弹性比较大 金尖的韧性比较大 就是说你要压手弹回来的 还是钢尖比较好 金尖的话 你要弹的话 我觉得真的要弹弹 你还不买战碎笔还是哪个 要么就买那个百乐的什么FA尖 对 要么就是那个金尖的改率区尖 后面有机会 我再做那个评测视频给你们 给你们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懒人包心理 是给一些不钢尖的人去听一听的 好 弹性区间的话是这样子 200因为它是钢尖 所以它会就是批刹的时候 会比那个400多一个本利的距离 一颗本利的距离 你看起来不多 但书写起来的时候 那一点点距离 其实很影响到你0.5到0.7的一个出度 就是F间跟M间的一个出度 然后你说有些人强迫症 对吧 就说现在看到这个圈圈的地方 400的一个笔尖对吧 好像大铁球 我是不在意这个东西 我反正有些它一定要能写 书写感受好不好 不要紧一定要能用 是吧 然后再下来再看两个本子 上面是国内的什么成光 成光的那个本子 然后下面是国域的 然后上面成光8毫米 国域 等我一下 好的不好意思 那个手机忘了关进了 每次都这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下来讲 上面的那个成光8mm 下面国域6毫米 第一行是M200 第二行M400 两本都是M200的F间和M400的EF间 对你看到好像差不多 对对对对是差不多 反正正常来讲应该是下面那个细一点的 就因为它毕竟EF间 但是一个是干肩一个金肩 通常200上面会更弹一点 为什么干肩更弹 金肩更韧 韧性更强一点 这个记清楚 书写感受上面来讲 这么讲应该会更缺切一点 然后干肩的它长度是比400的金肩长度要长一点 所以说它弹性也会比较好 因为区间比较长嘛 如果是说预算没那么丰富的 没那么多的一个同学 我认为可以这样整一考虑200 没有问题 400的话你真的ok了 对吧 练的可以了 把迅比迅的不错 书写素质也相当ok的时候了 我觉得这时候你哥继续在选用百利金 然后在这时候才换一个好一点的 就是400的什么金肩 对吧 因为像其他有百利金是真的为了书写 而出现了一个干比 它跟万宝龙不一样 万宝龙更多是炫 或者是说我要身份象征 对吧 那你这时候买一个金钱 那无所谓 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 一根笔它有不同的象征性 要选清楚 然后再来买 那如果你说你文具控 你都想收藏 那就当作我没说 那所以说遇上不充足的朋友 你可以先买着M200 然后玩着累积一下不同的知识经验 对吧 或者看看我其他的影片 不行的 或者你可以给我留言 对吧 那我知道你想看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样子也比较简单一点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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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